从前在森林里 有一个没有门也没有梯子的高塔 据说高塔里住着一个 美丽又漂亮的公主 有一天 孤单寂寞又觉得冷的国王 路过这个高塔 终于逃离那个老太婆的魔爪了 嘿老大 听说那高塔里面有个美丽的女人 真的吗 可是这个塔这么高 怎么上去啊 那不如我们用抓钩或是梯子 你觉得怎么样呢老大 抓钩 你想多了 这个塔这么高 要是摔下来怎么办啊 而且哪来这么高的梯子上去啊 要不你派个人留守 那公主总得吃饭吧 到时候看他怎么上去的不就得了 好主意 就是这么做 大家好 我是卫兵 是一只哈士奇 今天是我留守高塔的日子 国王要我一有消息 马上回报他 告诉他公主是怎么上去的 哎 那边好像有人来了 于是卫兵看着一道身影 轻轻松松的上了塔 什么 你看到有人上塔 他怎么上去的 你尽可细细说来 只见那人 一个轻功加水上飘 左脚一蹬如猛虎出闸 右脚一踢若蛟龙出海 出手急如风 快如电 只一瞬却胜四千年 一手醉鲜揽月 一手白日飞天 刹那间风起云用 沉烟漫漫 那一刻天地仿佛都站立了 眨眼间身形闪烁若归一迷中 再眨眼却只于一楼轻电 徐徐旋转 呃 说人话啦 他跳起来 然后进去了 他跳起来 然后进去了 对 他跳起来 然后进去了 嗯 小猫 你看怎么办 客人 他总会有客人吧 继续盯着 看他的客人 是怎么进去的 好 就这么办 大家好 我是卫兵 是一只哈士奇 今天是我继续留守高塔的日子 因为导演太懒了 所以都没换人 总之 有人来了 于是 卫兵看到来人在塔下敲了三下 塔上便放下了长长的头发 拉他上去 嗯 你说 敲三下塔 塔上就会放下长长的头发 具体来说是两长一段 不如就试试吧 国王使着来人敲了敲塔身 塔上果然放下长长的头发 这头发怎么如此眼熟 转眼间 国王已经爬到了塔顶 哎 怎么是你 这是我的房子 怎么不是我 你不是有果小脚吗 你怎么会进宫啊 我还炼了锁骨弓啊 传说是假的 高塔里没有公主 传说倒是真的 不过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的头发都剪了 那个混蛋随从 不说这个了 亲爱的 这里可是塔上 你叫破喉龙也没用 于是国王跟奶奶 再次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可 特别感谢枫叶星空雨下忙死麻酷友情客串 就好看